一份最新的调查报告指出 中国科技巨头阿里巴巴向企业用户提供可以自动识别维吾尔人的软件工具 总部在美国的监控行业研究和出版机构IPVM星期三发布报告说 他们发现阿里巴巴的云敦内容安全系统在人脸识别接口本地化部署指南中 介绍了如何使用其软件监测图像和视频中的维吾尔人 IPVM存档的网页显示 阿里云敦人脸识别技术可以检测多种人脸属性 包括是否佩戴眼镜 是否微笑 是否是亚洲人 是否是手术民族 而在手术民族属性中 指南特别在透明的括号中著名为族 阿里巴巴不是第一家被爆出开发自动识别维吾尔人技术的中国公司 上周在另一份报告中说 华为在其云端系统中已经测设了一款由中国人脸识别公司 扩矢科技开发的软件 让监控摄像头可以在人群中识别维吾尔人 并自动向警方发出提醒 本周四 欧洲议会以604对20票表决通过针对东都决散大规模拘押维吾尔人 并实施巧破劳动的一项决议案 呼吁欧盟制定并实施确保中国人权改善的欧盟综合战略 并迅速考虑动用制裁机制 对相关中国官员和国有企业实施制裁 欧洲议会17日通过针对中国制定和实施大规模拘留维吾尔人和其他穆斯林 并实施强迫劳动的决议案 敦促欧盟领导人动用新的全球人权制裁措施 惩罚在东都决散和其他地区破坏人权的中共官员 欧洲议会在一份新闻稿中说 议会强烈谴责中国政府主导的强迫劳动制度 特别是在东都决散地区拘留营内外的工厂里 勃修维吾尔族 哈萨克族 克尔格兹族 以及其他穆斯林手术族裔 这份决议还对欧盟12月7日通过的全球人权制裁制度表示欢迎 并呼吁各国成员国和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联盟代表 迅速评估对一些中国官员和实体采取制裁措施 因联邦西伯来联合会的主要犹太教士写了一篇有关维吾尔人景况的文章 他在文章中称 在东都决散对维吾尔人的大规模暴行令人难以想象 反对这样行为的责任在于我们所有人 我们谁也不能投脱这样的责任 正如纳尔逊·曼德拉所说 直到完成事情似乎总是不可能的 在中美两国关系紧张之际 美国印太司令部指责中方拒绝参加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 美国印太司令部公共事务部12月17日称 中国应该在12月14日至12月16日 参加中美海上军事安全磋商机制会议 该会议目的在于加强海上军事安全 改善空中和海上行动安全 并减少两军之间的风险 此次交流是中美2020防务交往计划中 双方同意的一项活动 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戴维森称 这是中国不遵守自身协议的又一例子 这应该给了所有国家在未来与中国交定协议时的一个提醒 美国媒体原因美国官员说法报道称 美国国家核安全管理局在最近的网络攻击中遭遇破坏 与此同时 该网站原因美国官员的说法称 有证据表明网络攻击针对的是负责核武库的政府机构 旨在进行间谍行动 美国共和党和民主党参议员中日呼吁设立两党特别小组 调查其他国家对美国的网络攻击活动 参议员武装部队委员会主席共和党人吉姆·英霍夫 和委员会高级成员民主党人杰克·里德 在收到相关管理人员的通报后发表了联合声明 声明说我们已经收到了有关对美国进行的严重复杂和持续的网络攻击的信息 对于侵犯美国网络防疫系统的大规模网络黑客计划 包括联邦机构和大公司 我们还不知道更多 我们知道它会继续下去并带着有俄罗斯情报行动的痕迹 根据到目前为止获得的信息 黑客可以访问美国财政部、商业、能源和国土安全部 以及核安全局以及许多联邦机构和私人公司的网络